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媒感叹中国正在赢得中东 最近三个多月 巴尔以冲突彻底的打乱美国的中东战略 而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穿梭斡旋 为和平奔走的努力获得了中东国家的普遍认可 这让美国的一些媒体感叹中国正在赢得中东 美国军事网站第一防务前两天发布了一篇文章 解释中国是如何赢得中东的 其理由是趁着美国从中东地区撤离而填补权力真空 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上拉拢中东国家等等 文章的观点仍然摆脱不了美国媒体长期以来的霸权思维 一如既往的肤浅 最反映他们霸权思维的就是赢得这个词 中东地区都是主权国家 什么叫赢得 难道他们是美国或者是其他什么人的私有财产吗 美国长期以来的中东战略了 就是利用以色列作为平衡所有中东国家的关键的棋子 在利用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挑动争斗 各个击破 颜色革命和武力打压同步进行 目的是让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美国 在石油输出国进行油价博弈的时候能够占据优势 让石油成为美元的锚点 然而过去的十几年里面 世界政坛经济形势的变化 已经证明这一战略必然要走向终极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的迅速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美国将中国列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全球战略轴渐的转向同中国的竞争 而西里亚政府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挺住了十几年 以及美金从阿富汗狼狈撤军都充分的证明 美国的实力是在衰落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中东国家自然有心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了 其次美国十几年前大力投资开发的 页岩油页岩器的开采技术获得了成功 同时墨西哥湾和美国本土的石油开采也大规模的进行 让美国从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 这一方面有利于美国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美国同海湾石油国家进行博弈的筹码 海湾国家看到这些情况自然要另行出漏了 同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中国进行合作 那是必然的选择 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又与中东国家互补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海湾国家提升基建 5G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而这些又恰恰是美国所给不了的 中美在2023年围绕中东地区的外交度争 证明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彻底失败 2023年一开局 中国就甩出了一张好牌 经过中国多年的斡旋努力 沙特和伊朗关系的正常化获得了重大进展 接着中国与海河会安盟的关系又持续升温 一带一路在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获得了进展 美国的应对措施是 沃旋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扶持印度 打造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美国企图借助以色列和印度的力量 平衡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但是以色列的体量太小 印度又太落后 美国的策略注定是要失败 而让美国中东政策彻底崩溃的 就是2023年底的黑天鹅事件 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武装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进攻 进而各方介入 中东出现大乱的迹象 对于这场战争 美国极其的尴尬 一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狂轰滥炸 已经造成大批平民的死亡 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全球对乙军的行为持批评态度的国家越来越多 这让美国无法从道义上全力支援以色列 二是战争爆发三个多月了 以色列军队并没有消灭哈马斯 甚至连加沙北部也没有能够彻底的倾脚干净 美国看不到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的希望 三是巴以冲突外溢 也门 胡塞武装 伊朗 还有伊朗支持的武装势力 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全都行动起来了 美军无法处置 最让美国痛心疾首的是巴以冲突 让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的进程完全停止 几天前在与中国商量之后 沙特的外交大臣表态了 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 沙特可能会承认以色列 言外之意就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不解决 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化 而沙以关系不能正常化 美国撮合印度建设的印度 中东 欧洲经济走廊计划 就会成为炮影 美国的中东战略确实已经崩溃了 美国其他的战略还能成功吗 我看难 好 这句话就评论到这里